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讲究 你在台湾也是跟李敖主持节目 是 笑傲年代 另外还是新闻主播 所以好久我都不了解了 现在台湾这个导贬这是算什么情况呢 现在导贬的话 这个决战点就是要延到国务之要费这个案子起诉的那个时候 再来看一看能不能够把阿扁给拉下台 就你们一般的这个观察家看起来 这事儿施明德发起的这个运动算失败了吗 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就某个意义来讲它是成功的 因为它成功的凝聚了这么多人的力量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 和平的 爱和平非暴力 可是你就结果来论的话 快闪这种文化 穿喉衣的文化 但是就结果来看的话 到目前为止它不是成功的 因为它要推倒的那个人 它还依然安坐大位 那是因为群众运动没法改变立法局的任何的形式 台湾的立法委员只效忠于它的党 现在你看说够的李娟案 现在说不起诉这个 吴淑珍 吴淑珍 说他这个钱不够多啊 多少万 他不是公务员 他不是公务员 那意思是说所有当官的 老婆只要不是公务员 随便收钱都可以 可是 可是就这么一个司法判出来 下面的 你说要是知道他不是独立的话 要是知道他跟政界的中间有任何的 威吓也好 利诱也好 这样的关系的话 你说多失望 所以群众运动 在现在的民主社会当中 它的局限性 这是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次的群众运动 里头有路线之争 有一派就是觉得说 我们要弄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要让这个外国人都觉得竖起大拇指 说你看我们台湾这个东的了不起 东的进步 台湾有这意思 爱和平非暴力 可是有一派人觉得说 问题是你这么理性 他就是不下台 对于那种死皮赖脸的人 你不能用理性之道去带他 你就要用很激烈的冲撞手段 用那种类似革命 那如果你用类似革命暴力 你又推翻了你前些年建 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些这种程序 对 那有很多知识分子 所以这也是争议所在了 最近你这个 我看到圣雄甘地 非暴力不抵抗运动 那个圣雄甘地的一句话 可以解脱我现在很多这个工作的压力 就工作压力很大 但是我看到这句话之后 我心里好像觉得得到一点轻松 圣雄甘地说什么呢 说为什么我们没有 为什么我们还没获得自由 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 这个就是李敖常常在节目里头 引用的一句话 他就老实讲 他说为什么阿扁迟迟不下台 因为台湾的人民受的苦还不够多 所以觉悟的不够多 他才坐了几年牢 施明德坐了25年牢 他那意思全台湾得多坐牢才行 不过你说起刚才这个老婆 最近你也参与一下 其实两岸三地我看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说贪官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说老婆的事情 有些情况下 这两年我们出来很多贪官 好家伙你一听那叫刺激 都是好听的故事 你比如哪个市委书记出事了 第二天我听到的是已经查到了 他有22个女朋友 然后什么在哪 八个情妇养九个家 都生了孩子 反正全是这个就全色 可是最近有一些调查出来 发现问题 比方说在这个湖南某个地方 有一个商业银行的前富行长 当时我们看见新闻 说这个人有文学天才 在这个监狱里判了刑 写小说 写这本书呢 表达了他对女性的愤恨 叫红唇咒纹 说他这事啊 全他是他情妇给闹的 然后呢 咒纹是额头上的咒纹 不是吧 纹呢 红色的嘴唇 嘴唇 然后呢 还整天催监狱里的 赶快把我从小说出版吧 赶快出版吧 说为什么呢 说盼着出版之后 等着国际刑警抓他那个情妇 说为什么呢 说他这个小说 据说他情妇 为他做过三次刮工 一次人流 六次灭火救了他 但是在最后 两个人出了事 逃到国外 他的情妇 却把他的这个赃款 全部卷走 搞得他无以为生 最后在流落国外 当码头工人 维持生活 最后给抓回来了 但是这记者 现在到监狱里 采访这人 这人说 我坐牢 我一个字都没有写过 我的那个情妇 人家虚构的 我的那个情妇 我有结婚证 是我的妻子 你说 他就说武汉某个周刊 编排他这些事 就编的 现在出来好几个 还有说那个 安徽那个地方 有个女 有个女贪官 听 副厅长是吧 是 好像卫生厅 还是什么 一个副厅长 叫上军 你看你都知道 上 名字像男的 你听说过上军的故事吗 没有 在我们这流传甚广 说当年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时候 怎么当上一个副所长 上级领导下来了 拉着他的手 搂着他 然后上军一看这种架势 就说这个 听说咱们所还缺个副所长 是吧 这领导说 你要进了我的怀 这副所长就是你的 公开说 这上军就 头怀送抱 然后你都说 第一个情人 是曾经当过副省长的 叫王赵耀 第二个情人 是那个 王怀忠 安徽话叫王怀忠 可是现在人家一调查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人家有这些事 当然他是贪官 他受到法律惩罚 可是他现在也说 我的名声彻底坏了 是这些逃色新闻 给搞坏的 但是我为什么 对这个上军这么有印象 是我看到这个杂志报道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 我想我是他的话 我一定很生气 第一个 这个吴忠生有的事情吗 第二个他画上把他画得好丑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哎呀 这样的人 头怀送抱 还能头怀送抱 那上面的副省长 看来这个taste有问题 某种程度也算是 这副省长的手下 当时就辟谣了 就不是 私下里跟朋友辟谣 说不可能 我们这副省长 眼界很高的 所以你看上军 一般没 入不了他的眼 所以啊 那上军一定很生气 这到底是辟谣 还是作用 做的眼界很高的 你说台湾闹的那些个性丑闻 女主角都是美女吗 其实这真的 这倒不一定 不过我们台闹这个导编 怎么不说 我倒是可以提一个 这个男子们呢 大概可以隐为名言的 施明德是台湾有名的 这个 我们都学习过了 三不原则 哎呀 对呀 都文章说非常喜欢 这三不原则 有没有切身实行 不拒绝 最后不负责 但在台湾呢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 那个闹出的飞闻呢 你会看到说 这个 然后跟这个人之间 好像这个要斗在一块 蛮难的 前一阵子就有一个 是这个司法院级的 这个很高的官 这个飞闻的案子的 出来的女主角呢 大家注意看 发现说 哎呦 这样子可以把她的 那个从司法院的高官的位置 把她给拔下来 而且更好玩的是什么 更好玩的是呢 那个男方当然是坚决否认 女方也坚决否认 可是两个人否认的理由 完全不同 男方说呢 为什么他们会被抓到 因为他们被这个周刊拍到 说哎 女方坐上了她的车子 然后呢 开到一个汽车旅馆里头 然后呢 在里头一呆呆很久 然后呢 最后两个人才出来 那男方就说 哎呀 在女方呢 是因为女方肚子疼 所以进去宾馆里头上厕所 到情人旅馆里上厕所 那女方 人家就去问女方啊 是不是你肚子疼啊 所以去上厕所 女方说谁肚子疼来着 所以 被他搞疼的 所以你知道 在台湾现在有一些的 这个非文案是 男的呢 这个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有那么点承认了 甚至有些人可能承认了 可是反正是女的说 谁跟他有这个关系来着 男的承认 女的不承认 啊 一般这符合规律 真的 你知道徐老师 男女交往当中 咱应该谴责有些行为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就其大多数来说 往往女人 不太喜欢 承认跟哪个男人 有一腿 有关系 对吧 但是男人有些嘴非常的丑 喜欢给人炫耀 搞得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啊 鸡犬不宁 你看没有 政治和性 两样东西 但是 但是刚刚文涛 讲到了那个故事 就是说什么 当他情妇写啊 什么 如果真有歧视的话 其实就是要告诉普天下的男人 千万不要得罪女人 对不对 管他是你的情妇 还是你的妻子 没错 你说李敖嘛 你刚才讲施明德 我觉得李敖也挺损的 那天我看那个李敖有话说 说讲 说他们把那个施明德两个前妻 找出来 找出来上电视 然后李敖说 两个前妻 一个是爱丽 一个是那个 一中一阳 陈丽珠 就说我在施加 我当牛做马 这是怎么怎么着 然后李敖就说 说说讲老实话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 他怎么找的 他这个前妻 怎么长得那么恐怖 所以 那是当年嘛 你不能回头现在 几十年以后看 对 这个 李敖这个话 所以有点损 把李敖当初最早的找出来 我跟你说 许老师 这方面的事 你们文人也不能免俗 你还没听说过香港的事 你知道吗 香港跟他还是很熟的 很有名的男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整他 其实利用男女关系 整人也是咱中国人的一个习惯 但是情节太可笑了 说他跟一个女记者 在一个车里搞婚外情 然后一大帮记者 拿照相机 拍拍拍 你看这个知识分子 他情急之下 他不知道躲乌吐躲 最后他怎么出来的呢 拿那个卫生纸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 把脑袋蒙得 蒙得跟个木乃伊似的 就走出来了 因为画面的重要性 非常关键 你要被拍到脸 你在报纸上 这个后果就无法彌彌 名字还不重要 所以他这个 其实是非常极致的 他用了卫生纸骨 但是他的女朋友 非常精彩 马上跑出来 跟那些记者说 大家都是同行人 何必这么逼呢 逼什么逼吗 逼什么逼吗 这种事情谁谁不知道 就是女的站出来 何况你们能够证明 刚刚那个用卫生纸蒙面的 到底是谁吗 能证明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两岸三地应对方法不同 咱们这个内地呢 是明明是老婆 要说成是情妇 香导是拿卫生纸 把脑袋裹起来 可是我看啊 这个两地的这个媒体 特性也不同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你若用个卫生纸遮裂 你反而会适得其反 会反效果 媒体更喜欢去拍 然后更喜欢去播 大播特播 而且那个收视率一定飙升 因为他会觉得太好笑了 你知道之前 你说 之前发生过一个事 就是那个赵建民的父亲 赵玉柱 他那时候也是记者 这个要去拍他 他也是开着车子 躲无可躲 于是怎么办呢 干脆呢 就把那个椅垫放平 在那边睡觉 睡着他想说 我睡起来 你们该走了吧 他睡觉还不打紧 他还拿着毛巾上的遮脸 知道 结果就被人家拍了 就是这个 被人家拍了 而且人家下的标题 就是说没脸见人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 这个赵建民的爸爸呀 跟我一样 不 我发现他爸爸呀 方位感不强 我就是方位感不强 你也躲到死相 他爸爸爱迷路 上次狗仔队追他爸 他爸走走走 最后走入一个死相 是吧 就是他讲的 然后前两天 你看新闻了吗 他爸爸跟着赵建民上法庭 然后记者一多呀 他爸爸又走迷路了 走到一个 不知道通向哪的电梯门口 给记者堵住了 是不是 从来找不着路 我有同行的朋友研究 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小说 那是叫反共小说嘛 这个军中作家 然后呢 我也有朋友研究 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 叫革命历史小说 现在叫红色经典 结果把他们的研究成果 拿出来一对比啊 结构非常像 只是那个足语换了 那边叫共匪 那边叫蒋匪 对不对 坏人的 一个叫共匪 一个是蒋匪 情节非常像 最关键要证明这个匪 为什么不好呢 这个关键动作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们去强奸民女 乱搞男女 所以用男女的伦理的事 来达到政治攻击的目的 我觉得这次啊 导贬运动有个重大成就 就是在施明德身上失败了 在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香港和内地 我很难说啊 就是说一个风云政治人物 人家突然找出他前面两个老婆 出来这样控诉他的政治人格 可是这次居然没成功 可是他们控制的不是绯闻的部分啊 他们控诉的是你的 但是你家人出来讲你不好 这个就是非常重的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要搞一个人 讲究要什么呢 搞倒搞臭 比如说你经济犯罪 把你搞倒 但是比如说要有时候政治斗争 那怎么能把你搞臭 你还必须把你名声 你像我名声坏了吗 就就没有办法 我都不讲黄段 老百姓 他们老认为我讲黄段 最后名声坏了 你知道吗 就你你 而且我就现在觉得有两种分析 你比如一个贪官出来 我听到的无一不有情色 当然有相当多的是真的 是真的啊 但是也有一部分 你看一出一个什么事 马上报道就出来了 说啊他们家呀 他的别墅啊 周围全是镜子 啊 什么跟情妇怎么怎么着 各种轰音无道 就是说搞你这个男女关系 而且呢 这些最后法庭判出来 你看一个贪官出来哈 最后法庭判出来 你一查 当时新闻报道 男女关系的部分 没有 都是假的 没有呢 这个脏水 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他起到了一个动员群众 来攻立他的目的 对 那个时候林彪事件 因为群众喜欢这个 林彪事件出来以后 很难解释 林彪跟毛主席中间那些关系 最后大家最恨他的 就是他儿子选美 林立国选美 这件事情文革当中 谁能有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 大家就对他非常恨 然后就把他的什么浴缸啊 什么淋浴啊 弯膜啊 这些东西一拍 老百姓穷嘛 一看哇 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对 其实这是转业 所以施明德 我觉得这个是进步 我其实对这个林彪 这个原来不恨 恨就是因为他这个 看了很多细节 我说这个中国 一米六三 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 由此我对高干子弟 知道今天都没有什么好印象 你知道吗 就是小时候听的那个传说 哎呀 你说现在社会能那么选女的 在解放在部队里选呢 那个就是哎呦 真是我想的艳羡 那肯定你在美国的话 你就不投克林顿一票了 没错 好的多吃多战 都给他们占了 这是贫富差距 所以现在最新的形式 现在内地了 如果出于贪官 马上就会有好几个人 出来否认 我不是他的情夫 我不是他的情夫 而且这些人也跟着出名 而且就是 就说我们这讲段子 你知道吗 一个书记出事了 跨民间很多段子 说实在话 你做这些经济犯罪 讲不清楚 我也不太懂 对 技术的 我记得有一个出事 有个书记 当时他当地就编出来了 说他有一次开那个代表大会 在台上这个书记 讲话 就说这是个好色书记 念稿讲话 然后女服务员不是来给倒水吗 结果就看见这个女服务员 这个高总 高总 这个书记一下愣神了 稿子给念错行了 是吧 后来旁边的秘书一提醒他 结果书记本还讲着话呢 所以说 我刚才念到哪了 你看我这奶子 你看我这奶子 你说这不怕 不大可能是真的 对吗 不大可能是真的 但是全是人民 人人都知道 可是我告诉你一个真的 我刚去开了一个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里边有一个 很多发言很精彩 但有一句发言呢 是全场热烈掌声的 选理事会 选理事会呢 比方说50个选 2030个嘛 每一个大区都有个代表上去介绍 我们这里的理事候选人 那介绍完了 比方说我代表西北地区 我们几个教授 怎么出色出色 完了以后呢 他想开句玩笑 他说我们西北地区啊 贫穷 落后 发展不平均 所以大希望大家呢 支持我们西北地区 明白吗 其实这个不相干的嘛 你选学术理事嘛 他开玩笑呢 那等一下那个东北地区的上学来 他就说 他也介绍完 他说希望大家响应党中央 关于振兴东北的号召 都给我们东北几票 对不对 然后北京的上去了 北京说 我们是这个文化中心 对吧 我们的单位多 我们要支持了 最后轮到一个上海的代表上去了 大家想这下没词了吧 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他结果他跑上去说 我们上海呢 这些年呢 在陈良宇的领导下呢 我们的现代文学呢 严重的边缘化 所以请大家投票支持我们上海的学术发展 全场热烈掌声 我这边也讲一个也是开会的 然后也是引起了热烈掌声的 这个而且还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里头的 是有一天要闭幕了 就是这个修会了 然后这个院长级的人物就要敲锤了 然后就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我们这个会期到此结束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段时间 最后嘛 中国人到最后都要讲一句话说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这个是很普遍的这个祝福词 对不对 就哪知道那天那个院长就讲说 祝福大家身体愉快 精神健康 后来大家也是如雷掌声 想起后来有人就说 也对了 身体愉快了 精神自然就健康了 没错 领导们都很重视身体愉快这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啊 这个咱真是个色情大国 其实最后流传下来的 往往是笼罩着一个一个色情的一个一个一个感觉 哎 台湾都不例外 对吗 陈雪扁 你你心里说 我我估计陈雪扁在这方面 好像还是应该不是有 不是有什么事的吧 这个部分当然坊间有很多传言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证实 但是都没有证实 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坦白讲啊 对于女孩子来讲 的确是名誉是很大的损伤 对 他们反而受到损伤 对 而且男孩子名誉就很好吗 对 男孩子毕竟某些程度上 我跟女孩子来说是有一些程度的区隔了 对不对 你仔细看 即使是对贪官的这种报道啊 男女也还是不平的 你看女贪官出来以后啊 绯闻还比男贪官更多 哎呦 真是 坨的就是就是说很很简单 人家马上就觉得一个女的做官了 他好像他不为自己做官的 对 他一定是以身体力行往上爬的 没 就说那个上君 你要按民间传说这些黄段子 你感觉就是一路卖身往上升的 对对讲男贪官的那些女的情妇啊什么 人家讲中间呢还多少还有点羡慕 还有点这种情绪 而对女的呢就更多的糟蹋 所以贪官也是女的难做 男女不平等 这个就是男女不平等了 你看那个办公室里头 男生的后头放个家庭的照片 人家说哎呀 你看他多爱老婆多疼孩子啊 女的这个老板上头 后头放个家庭的照片 人家说哎呀 这个一定没有全心全力放在工作上头 你看看还想着家人呢 对不对 这个本来我觉得 这个社会里头对男女的要求的标准 你要不会讲小布什的段子 你就干不了这一行 每天晚上讲个不停 就比如说啊小布什说 夫人劳拉要去参加克林顿的酒会啊 结果劳拉就晚上反穿着裙子就跑回来了 这个都说 他们一上来总是那几句 对对啊 甚至在这个白宫记者招待会上 指着小布什的鼻子连说半个小时 就是臭你的这个笑话 但是你这个小布什呢得笑 可是人家美国人有个理论 说如果我们能对这个当官的 这样喝汤水的话 人民觉得很安全 人民 其实他有养成习惯 他其实也不动摇他的威信 对 不过这个就跟那个俄罗斯 那个时候还是铁幕的时代的时候 有人就讲说 我们美国人很自要 我们可以站在白宫面前